历史悠久的火车内正举办谋杀特快列车活动 宾客们纷纷如约而至 众人欢声笑语踏悟而来 但这欢乐又能持续多久呢 茶楼今日推出血腥红茶 各位走过路过别错过 请随小青一起收看今天的影片 掉落专线 2018年的美国万圣节夜 火车站专门划出区域精心布置庆祝节日 车内也会举行私人派对 比如将在这辆古老的火车里 举办神秘的谋杀特快列车活动 忽然鸣笛声响起 紧接着蒸汽四处弥漫将火车包裹 一团白雾中渐渐出现客人们的身影 依芙林受到好友路西邀请前来参加 身旁的女孩向她搭讪 一番闲聊后得知 女孩名为阿比盖尔 身旁布尼亚作为监护者陪同 一切准备就绪 在售票员的热情邀请下 乘客进入车厢 精美地布置优扬的音乐 让到场的每位都对今天的活动格外期待 除了礼貌男 他默默不语静止坐到角落 与车内热闹的气氛格格不入 依芙林与其他客人正交谈甚欢 这时照相师走来打断各位 为乘客们拍下合照 紧接着火车出发 这时 一位男人匆匆赶来 伊芙林看他有些紧张 随即出言缓和 闲聊中得知男人叫托马斯 与此同时 演员舞女在售卖商品 他朝着乘客李茂南走去 介绍完商品后 李茂南竟对舞女举止轻薄 这一幕都被伊芙林和乘客邮金 禁收眼底 随着舞女起身离开 到了晚餐时间 伊芙林正称赞菜品的精美 忽然盘子旁凭空出现一只虫子 但转眼间 虫子竟消失不见 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是他的幻觉 伊芙林喊来服务员更换餐盘 可是一只盘子拿开后 底下居然藏着更多的虫子 他被吓得直接从座位上弹起 然而下一秒却再度消失 伊芙林赶到周围客人 投来的一阳目光 他赶忙解释 只能将一切疑惑与不解 都埋在心底 突然 车厢内的灯光忽明忽暗 紧接着立车长走来 他生情并茂介绍起车内的各位 不只是演员 更对每位乘客都了如指掌 阿比盖尔正兴致冲冲地观看 忽然感觉手臂有些不适 低头一看 竟发现有血液涌出 但就在他疑惑时 眨眼间 手臂却光滑如出 阿比盖尔好奇地查看四周 忽然玻璃外似有鬼影闪过 却一瞬间不见踪影 找不到更多线索 他只能将此事搁置 这时 立车长的演讲进入尾声 众人勾举酒杯庆祝派对的开始 火车恰在此时驶入隧道 灯光再度闪烁不停 黑暗似带着恐怖席卷而来 突然立车长传来痛苦的呻吟 他的眼里满是震惊 似是在巨大的疼痛中失去性命 演员们被这一情景下的惊慌失措 如此生动又真实的表演 让乘客们不断称赞 尽管舞女和歌唱家纷纷解释 并非演戏 立车长是真的受到攻击离世 但乘客仍当成悬疑故事的异环 还饶有免有免质地期待接下来的演出 忽然 售票员从后方走来 列车长的死亡让他震惊不已 感冒询问是何人所为 演员歌唱家却不疾不虚地表示 只有售票员能从背后刺伤列车长 但由于事发时车内一片昏暗 众人没能看到更多线索 歌唱家的指控沦为无稽之谈 售票员决定先将列车长送去其他车厢 两名服务员赶来搭把手 随着几人离开 还以为一切都是故事情景的乘客们 正翘首以盼后续的发展 不料李茂南突然起身迅速掏出手枪 演员胡子哥当即意识到不对 起身准备离开求助 却被李茂南一把拦下 枪支的威胁让胡子哥不敢轻举妄动 一旁的歌唱家强调 这不是演出情节 他希望乘客们明白 眼下情况危急 可谁知李茂南听到后 抬手便扇过去 演员们尽此忙上前制止 现场一片混乱 这时乘客们终于反应过来 一切都不是故意为之的情节 又不法分子混入车厢 紧接着 李茂南要求大家上缴财户 首当其冲的是一桌华美的歌唱家 他本想解释自己的珠宝并不值钱 但李茂南见他默默唧唧 竟抬手扯掉歌唱家的耳环 演员企业家起身试图谈判 然而话音未弱 便被一枪击中胸口 还不等众人反应 只见李茂南竟挟持舞女 就在这时 沉默许久的托马斯起身 托马斯一边不断与李茂南周旋谈判 一边试探着靠近他 就在走到李茂南身旁时 迅速从怀中掏出枪 这下 李茂南不负先前般狂逛 局势瞬间扭转 可谁称相 就在托马斯上膛之际 竟感到自己的脑袋被枪抵住 没想到居然是刚被挟持的舞女 他嘲笑托马斯是个懦夫 此话一出 众人当即明白三人竟是同伙 车内再次陷入危机 舞女见一切尽在掌握 便派李茂南去驾驶室查看情况 随后他让众人集中在一起 歌唱家心中的困惑也应声而解 怪不得李茂南不信自己的珠宝廉价 原来是有内鬼接应 他嘲讽舞女的丑陋行径 舞女文言怒上心头 一枪正中歌唱家眉心 这恐怖的一幕让年幼的阿比盖尔心惊胆战 他不停的哭嚎 伊富林和尼亚在旁不断安抚 这时托马斯察觉到舞女有些不耐烦 随即接过麻袋 表示自己仍然替他效力 紧接着托马斯收走众人身上的珠宝 与此同时 两位驾驶员正观察沿途情况 他们要在悬崖前及时减速 以便火车顺利转弯 突然身后传来声响 只见李茂南跳入屋内 拥枪指着二人 要求他们停下火车 二人四目相对 心中瞬间有了应对之策 只见他们抄起铁锹 向李茂南打去 然而李茂南也迅速扣动扳机 驾驶员保罗闪躲不及 仓皇中不小心撞到开关 火车即刻加速向前 他注意到同时已被击中胸口 腹部的伤口也让保罗剧痛难忍 但他仍拼尽全力想关闭开关 可终究死亡来得更快一步 一旁的李茂南瘫倒在地 血液从他的伤口中不断流走 生命也走到尽头 枪声引起车内人的注意 售票员注意到 本该减速的火车正加速行驶 这会让火车无法顺利转弯 他建议众人赶忙向后方撤离 可舞女文言不慎相信 试图阻拦众人行动 托马斯尽撞直接将他抡倒在地 随即夺过枪掩护大家撤离 在弯道巨大的惯性下 车厢断开并被闪入湖中 四周漆黑一片 受到冲击的众人逐渐醒来 车厢内呼声四起 伊夫林此时有些精神恍惚 赶忙确认路西的位置 并赶去寻找 终于二人触碰到彼此时 长输一口气 角落的托马斯掏出火机 尽可能带来些光明 接着奋力推动车厢门 这使尤金的呼喊声传来 托马斯和伊夫林闻声忙去救援 协力挪开压住尤金的重骨 虽仍未完全脱困 但尤金已有喘息之地 不再痛苦难忍 这时胡兹哥找到煤油灯 借助光芒搜寻幸存的人 众人忙确认彼此的情况 胡兹哥看着眼前 隐隐一息的企业家 他满腔愤懑 认为一切都是拜托马斯所赐 朝着他不断地挥舞着拳头 发泄心中怒火 托马斯避无可避 只能承受着胡兹哥的攻击 摊坐在地 除此之外 再无更多幸存人员的身影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奇怪的嘶吼声 让本就紧张的氛围 更添一层神秘面纱 忽然 胡兹哥举起斧头 转身将木板砸烂 终于看到自己身处何处 车厢在水面上漂泊 但好在能看到陨处的陆地 众人听后思索 有过去的可行性 几人各说几件争论不休 但胡兹哥已下定决心 他把找来的手电筒分给众人 自己带着一个转身便跳入水中 就在他惊喜发现陆地很近时 水面再度传来嘶吼声 车内的依附林不断呼喊 让他返回 此时胡兹哥也觉察到周围有东西 话音刚落 他并消失在水面 下一秒 又挣扎着冒出头朝车厢游去 但为时已晚 突然一只手就从身后伸出 随即将胡兹哥按住水中 窗口的阿比盖尔目睹这场袭击 尖叫着向屋内夺去 但天色实在是太过昏暗 他不确定自己究竟看到什么 露西听到后情绪濒临崩溃 死亡的猎人仿佛就悬挂在他的头上 露西甚至不会游泳 他似乎没有一线生机 与此同时 企业家注意到水面泛起波纹 急忙告知同伴 但他伤势严重 微弱的呼声也并未引起大家注意 然而下一秒 企业家竟被拽入水面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 露西忙冲上前搜寻企业家的身影 这让伊芙林心瞬间揪起来 不停劝说露西离开水中 突然水鬼一跃而起 禁锢住露西的脖子将她掳走 只见露西拼命地向前游 伊芙林和托马斯也迅速试图将她救回 可身后水鬼再度袭来 死死抓住露西的双臂 剥掉她的皮肤 酸心的疼痛让露西痛苦尖叫 她哭哭哀求伊芙林放手 可伊芙林怎愿眼睁睁看着朋友离去 不料水鬼愿意拉扯 露西的手背竟生生断开 紧接着 身影也没入水面 这惊恐的一幕让伊芙林大惊失色 突然水鬼一把扼住她的喉咙 托马斯偷偷枪迅速反击 身中竖枪的水鬼倒入水中 托马斯忙催促大家快速逃离 几人纷纷跳入水中朝陆地游去 流经文言焦急不已 她的腿仍被困住 连忙呼喊托马斯的救援 托马斯表示自己一定会救她离开 这边伊芙林三人还没走多远 便看到身后的车厢沉入水中 不等他们回过神 忽然水鬼冲出水面 勒住伊芙林的脖子 就在准备撕咬之际 尼亚赶来救援 一番扭打后 二人趁机从水鬼手中逃出 带着阿比盖尔奋力向岸边游去 看着只剩他们三人存活 阿比盖尔心中难以平静 尼亚仍对水鬼的袭击心有余计 甚至有些心灰意冷 觉得自己难逃死亡的命运 伊芙林听到后忙鼓舞 他觉得尼亚十分勇敢 他们一起总会等到事情的转机 尼亚文言自是重燃希望 随即与伊芙林商量如何逃离 忽然水面传来声响 但下一秒看到是尤金尤来 众人长输一口气 尤金正讲述自己惊心动魄的逃脱经历 并直言是托马斯救出自己 但可惜再没见到他的身影 然而话音刚落 托马斯竟扑出水面 还不等几人庆幸只见水怪跃出水面 一把将阿比盖尔拖入水中 尼亚赶忙去救援 她将阿比盖尔从水中拉起 而后似有所感应般 把阿比盖尔交给托马斯 紧接着尼亚便任由自己被水鬼拖走 众人拔腿就跑 途中遇到破败的房屋 四人潜入搜寻有用的物品 有些偶然发现一盒鱼罐头 正津津有味的吃着 突然伊芙林出现在身后 吓得她倒吸冷气 伊芙林见状十分抱歉 随后转身去其他地方探索 待在原地的尤金还没从惊吓中平复 突然听到嘶吼声传来 此时 伊芙林和托马斯正构思逃跑计划 一路危机四伏 加上未知生物的袭击 让托马斯觉得求生希望渺茫 她将项链还给伊芙林 这是疏脚财物是拿走的 伊芙林见到后内心倍感触动 这正是她激励自己不断前行的幸运物 伊芙林的阿比盖尔走来打断二人 他找不到尤金的踪迹 众人忙前去寻找 意外看到地上打翻的罐头 还隐约传来咀嚼声 他们逐步靠近 只见水怪竟将尤金吞入腹部 血盆大口内赫然是尤金惊恐的面庞 几人被这惨烈的荧幕吓得仓皇逃窜 在查尔斯的掩护下 伊芙林撞开木门意图带着阿比盖尔逃走 但阿比盖尔愣愣地站在原地 悲伤地望着查尔斯 这时水怪以纹身赶来 可以把夺走查尔斯的生命 眼前的景象让阿比盖尔悲痛欲绝 随即便被伊芙林拽入屋内 门外不再传来声响 二人瘫坐在地 得以喘息片刻 阿比盖尔以心如死灰 他不再觉得自己有生怀的可能 可伊芙林并不赞同 他认为只要有一线生机 便要尽力中去 但伊芙林的这番鼓励 并没能让阿比盖尔坚强 忽然门外再度传来脚步声 阿比盖尔毫不犹豫地走上前 只见水怪就蹲在门口 此时阿比盖尔显得异常平静 紧紧着便关上房门 伊芙林见此情景忙冲上前去 但门外接二连三的嘶咬声 让他明白为时已晚 突然水鬼闪到身后 伊芙林被吓得尖叫起身 看着身边破败的环境 才明白一切都是梦一场 此时以天光大亮 伊芙林一刻不停向前奔跑 脑海中不断回想起 自己曾说出的鼓舞话语 终于伊芙林发现火车轨道 她沿着此奋力逃跑 在夜幕降临时 伊芙林顺利回到火车站 临声呼救 站台的女人见到后 快步跑来将她扶起 伊芙林立即诉说原委寻求求助 但女人听到火车出事后 面露疑惑 伊芙林见她迟迟不肯行动 内心焦急万分 这时同事赶来询问情况 她正欲出门交谈 可伊芙林见女人要离开 情绪瞬间激动 十分抗拒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 女人指的不得已表示 自己会反锁屋门 保证她在屋内十分安全 伊芙林似时被安抚到不再争论 紧接着 站长也闻讯赶来 简单了解情况后前来看望 屋内的伊芙林仍胶着不安 似时感到危险来临 不断击打房门 众人见状不敢贸然行动 可话音刚落 屋内突然陷入瓶颈 站长在得知屋内的人 名为伊芙林时 她有些诧异 随着屋门打开 里面竟空无一人 站长见状似是了然于心 她向二人娓娓道来 多年前的火车事故 约百年前 火车不慎脱轨掉入水中 所有乘客均不幸殒命 但最终打捞起火车 却没找到任何尸骸 伊芙林就是当年的乘客之一 站长带着二人离开 可谁知 在他们身后 列车长竟缓缓走来 本片完 掉落专线是2018年上映的 美国电影 主要讲述多年前的火车事故 伊芙林受邀参加 谋杀特快列车活动 不料经意外遭遇劫匪 车厢更是掉落水中 此外还遭受到 恐怖水怪的袭击 众人纷纷逃离 但死亡的恐惧始终围绕身旁 他们在绝境中接连殒命 关于影片中的水怪 在几个镜头下血腥感十足 但在故事的结局上 一向勇敢的伊芙林拼命逃窜 却仍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这让小强有些疑惑 在电影的最后 伊芙林再次登上列车 小可爱们认为 这次她的结局能否改变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间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